大家好,又回到我們芒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真BC,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都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芒向,靜向,晒冷氣,點讚,分享和訂閱 亦都希望你留下建設性的留言 今節我們就說一下這個 一個無骨悚然的視頻就流了出來的 就是英皇查理斯三世 不用怕 不用怕,我很害怕,加冕時的影片 其實在西敏寺的門口 有一位 我們途中已經圈了出來 原來 有一位新穿長袍 頭戴黑帽 手中拿著細長物件的黑影 就是走過了西敏寺的門口 其實就說他是不是死神內料 其實你知道查理斯三世就做了皇柱70年 在英國歷史上 等待繼承皇位最長的柱君 終於成事,星期六的時候 在西敏寺大教堂就舉行 加冕大典73歲 亦是有史以來歷史上 最年長的新君 加冕大典禮 在西敏寺舉行 不過有 去西敏寺門口角度的CCTV 拍到一個可怕的身影 可怕嗎? 我又不覺得可怕 但是在那條影片 它走得挺大步 一個新穿長袍 頭戴黑帽 手拿著細長 這個物件的人 黑影 就走過西敏寺的門口 好像死神降臨 這次告憑滿座的 不過這段影片 很多人就說 是不是大安娜回來 你們那麼喜歡大安娜 沒有理由 她的形象重現在眼前 但你覺得 因為卡米拉搶了她的老公 現在才找 對呀你對呀 其實 自從這個影片 這個影片角度應該是從西敏寺 內上方門口的監控錄像 拍下來的 加冕典禮仲行中 其實 這個區域應該屬於管制區域 沒有人經過看 會不會是工作人員 因為影片發佈者 沒有盡一步說明 所以 究竟是什麼人 會不會只是一個 真是掃地的人 我第一眼看到 我不是想到什麼死神來要的 我是想到 我也是想到工作人員 但是我想一想 你穿的那些 不像工作服飾 好像有些宗教意味 沒錯 會就是神職人員 沒有人知道 我們看看 最困難的事情 就是這條影片應該是真的 但是人究竟是什麼 其實 講開Dionna 之前一直有對姊妹花 她們 就是一對 聯生姊妹 就說自己 有 這個預知的能力 所以 她們 更加自 跟已故英國王妃Dionna 是 有對話 她說 Dionna 看到 喬治小王子和赫諾德 小公主出生很開心 一直都在她們身邊 嗯 嗯 其實這件事 說真的 又好像十分地 有合邏輯 因為始終她 如果她未離世 始終 就算離不離世 她都是 這對 開心的事 都是祖母 都是祖母 這對 就叫通靈者梅花 一個叫Terry 一個叫Linda 他們就說 兩個人 經常 是可以跟那些東西 看到面 他就說 有時候 他們不由自主地 在 紙上寫了一些東西 就是寫發生的事 就好像 發生在 9月11日那件事 另外 他們又說 他們 經常見到大飛 和Michael Jackson 問到底他們 為什麼沒有了 Dionna 就說 即疑似 她 就說 我選擇了自己的命運 好像不是 應該是被動一點 我覺得 其他 在那場事故 是否選擇了命運呢 有沒有得選 對呀 其實我覺得 不關事 又說對喬治 和 是 夏洛特 兩個 王室的小成員出生 感到很開心 當然 這對紙梅花 因為她是孖先生 二十多歲時 經常發 一些很不開心 很可怕的夢 自己控制不了自己 經常手不由自主地 在紙上自動寫字 當然 他們亦被一些 知名人士 包括 奧普拉 這個說可以皇室 奧普拉 也是有找過她 做專訪 他們亦說 我們 會將自己的內容 即是聽到那些內容 不由自主地寫在 紙上 看到 很清楚 但是 完全是沒有什麼 這些很難說 當然是開心的 如果你是一位早沒看到自己的 小朋友出生 也是開心的 沒有辦法證實 沒有辦法證實 真的沒有辦法證實 但是 另外一位 女星 荷里活 也算是巨星 就是 基斯丁史超活 記得 這個級 新世紀系列的 OK OK 他 之前 飾演 Spencer 這齣戲中 他飾演 已故 大安娜王妃 他們西人有沒有那些 比較禁忌 開鏡的時候 要怎麼做一些儀式 暗時我就未聽過 我們說回 這個 自己演大飛 他就說 在攝影期間 總覺得大飛 好像 上了他身 有時候他甚至 獲得一些 靈感 他接受這個洛杉磯時報訪問時 Spencer 這個電影當中 就飾演大飛 當然 他之前也覺得 可能憑著這部電影 獲得奧斯卡 這部電影 就講述了 戴安娜 在某個聖誕節 決定結束 與查理斯王子 現在當然是查理斯三世 當時作為王子 當時的威爾士親王 這個婚姻的故事 其實 這個 有一段 電影當中有個場景 就是戴安娜 和皇后 安尼博林 安尼博林其實是很有名的 就是 這個都督王朝時 被亨利八世搞定了 那位皇后 也有很多人說 經常 聽到他的聲音 那就是和他 有時空的交流 當然 史超活女士 或者史超域女士 基斯丁史超域 在訪問當中也說 你有沒有感受到一些超自然能量 他就說 應該沒有 但是這部電影史 給我一種無骨爽然的感覺 可能我在亂想 他就說 講述一個已經不在世的人的故事 很害怕 但是 你做演員很多時候 演的都是不在世的 當然你是美國人 可能就沒有什麼歷史包袱 那麼遠都有感應 真的是 厲害 是的 當然 他就說 感覺有些時候 我入氣太深 跳不出來 究竟 是不是真的大飛有在我身上呢 他就說 在拍攝這部關於大飛電影的時候 感覺他好像真的活在我身上 至於 有時 根本不記得了原來他已經離開了人世 每個星期 可能會有兩三次 因為大飛的 1997年那宗大事故 而自己是很不開心 可能入氣太深 即是說真的 你覺得呢 應該是太入氣 因為 我沒有看過那部電影 就覺得 有很多了 好的影星 他有時入氣太深 都會令自己很慘 當然這位 基斯丁 史超域 當然是一個好演員 他就說 自己很不開心 這個本身是一種感情上的體驗 OMG 究竟大飛是否居住在我身裏 嗯 我覺得是 你入氣太深 我覺得就是這樣 亦都不需要太深究了 說真的查理斯三世 其實 他登上 國軍之位的時候 究竟有沒有想起這位 曾經的妻子呢 無人知 但是你看到 新軍 的的確確 整個人都聰明了 他由頭到尾都笑臉迎人 是的 我看得出他坐在皇位 但皇冠拿著兩枝拳杖 很辛苦 很重 除了那一刻之外 大部分時間都是笑容滿臉 是的 當然這位 查理斯三世 常常叫查理斯王子 還了 叫了太久了 70年了 70年了 他也來過澳洲讀過中學 讀了兩個學期 你知不知道 最搞笑的 他走海灘的時候 有一個人說 可否親一親你 結果真的有 這個很搞笑的 查理斯 他在幕前第一次被人親一親 是很有名的 查理斯當時很尷尬 他也說過 在澳洲學會了一些 比較硬朗 你知道我們那些人 比較粗糧 查理斯最早的寄宿學校 就是這個 Gordon Sten 就是小弟 以前住的那間屋 我的深圳好朋友住的 就是那間學校 出來的 查理斯兼是這個 菲立親王的 校友 很久之前都已經很貴的學費 當然了 我也覺得他很委屈 跟我做 做這個校友 後來就 當然 他當時 很多人都是因為 很厲害 王柱很厲害 亦都是 對他不多好 令到他 這個當然是一些 有些書是這樣寫 這個Netflix也有這樣說 究竟是盜賺出來 還是真是假 令到他 好像不太喜歡 他在這間學校的日子 當然 王室 查理斯早年的形象 都是稍稍灑灑的 稍稍灑的相機 甚至有人就覺得 他是比較 花的 比較花的 對 但是 當然 跟弟弟應該不算 對 其實 他最令他最吸引的 其實我相信此時此刻 他最愛都是卡米拉 他的叔叔蒙巴頓分爵 曾經寫信跟他說過 但是 沒有用 蒙巴頓分爵之後也走了 蒙巴頓分爵說過什麼 他說 就說卡米拉絕對不可以娶你做老婆 結果就不是了 就不是了 後來 他找了士濱沙家族 剛才我們說的 Spencer 就是基斯丁 史超活 或者是史超域 演出電影的 Spencer 這個是他們家族 士濱沙家族 Spencer 其實他們差十二年 其實Diana是做過幼稚園老司的 當然英國媒體就說他 婚前 是哭成女人 因為 其實是不是一個悲哀呢 如果這樣的話 當時還未知的 不是 其實當時他也是心裏有卡米拉 不是那麼好 我朋友曾經跟我說過 他跟他拍拖很久的女朋友 現在是老婆 是行婚禮的時候 很多親友在一起的時候 他忍不住突然會哭 很感觸 他問他 你的情緒是怎樣 帶起的 他就說 好像已經 失去了以前的自己 是的 他哭成女人 雖然 最愛的不是Diana 但是他做了一件對的事 對國家和整個皇室來說是對的 嗯 好像很委屈 是的他真的覺得很委屈 真的覺得很委屈 自情自性 沒錯 所以這個皇室的傳記作家 他也說 他注定 所謂的童話般式的婚姻 是失敗 但是 這個威爾士皇妃 即是當時皇妃是聖人 以他 查理斯 很多人 就覺得他是個罪人 到此時此刻很多人都這樣想 說真的 這個事實 那麼怎樣也好 那麼 當然現在 大妃也 來我們 去了很多年 嗯 他是件好事 為甚麼呢 看到兩個兒子 尤其是小兒子 亦都是傳過兩個兒子相當不和 嗯 但是 傳聞 為甚麼是這樣 傳聞大妃就是疼小兒子 會不會都是這樣呢 因為傳聞這個女王都是疼安德魯 一般來說 是呀 拉兒子一拉心肝 安德魯不是拉兒子 不是拉兒子 是小兒子 小兒子 只可以這樣說 是不是會不會是因為 叫個寵他 所以令到他容易行差答錯呢 會不會呢 都是有這樣的機會 是不是 好 如果你說欺負你兒子的話 不算 嗯 都是呀 成年人了 怎樣都要為自己做的事 負責任 搞三搞四 不是 唉 所以他媽媽還在世 可能都會激傷 好 今次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 再見 再見 再見